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找一个新的办公的场所和地点 这个摄影棚我们大概用了一年左右 然后呢 是我们非常喜欢这个摄影棚 但是很不幸的呢 就是这边的租约要到期了 那大概呢 我们很快就要搬走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急需要找一个地方 继续来录制 还有来制作我们的节目 我们希望可以找到一个 就是可以有实景棚 然后还是可以继续访问其他人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地方 第一个比较贵 然后我们也没有什么钱 然后呢 我们每个月的这个收入 其实要来支付我们三个人的薪水 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请各位来帮忙 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个 下一个摄影棚 还有个工作环境 让我们可以去继续的来 让这个频道运作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跟大家请求的一个带导事项 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来祷告 然后如果大家要是有知道 有这方面的资源呢 也欢迎来联络我们 我们的email就在这个屏幕上面 如果大家要是有知道说 哎 或许谁谁谁可以帮助我们的话 请大家来给我们发这样一个email 谢谢大家帮忙 如果说你是一间教会 然后呢 你有一个空的房间可以塞我们三个人 平常每天这个上班的话 我们也非常非常的感谢 所以请大家帮我们祷告 然后呢 在财务上面 如果可以的话 支持我们来支持我们 现在继续在做我们 现在做的事情 好 那非常感谢大家可以帮我们来祷告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这边来 怎么说呢 就来看一下大家 疑惑了大概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到现在还是有不断的人 在我们频道下面提出这样的问题 那在过去的这两三年里面 其实我们接到有太多太多 这样的疑问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这个留言到底是什么 那这个留言呢 是针对你的了 对 一般这种留言跟我都没什么关系 有个人留言 问说 说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所以说我就跟大家讲说 就是我头发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别的 我剪怎么样的头 我的脸长就是这么秀气 然后就是这么的惹人喜爱 也就是说别人问你说 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这跟你什么发型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我留长头发只是因为方便而已 然后呢我留短头发 也只是因为就是 心血来潮留短头发 那因为我很讨厌留短头发 因为一直剪 那我现在呢 是因为刚好就是剪的特别短 所以说就刚好就是留这个样子的发型 但是大家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我们看到很多 我们跟很多师母见面 哎呀我好喜欢你现在的发型啊 还是什么东西啊 那这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发型嘛 对不对现在这个样子对 那我个人其实不是很提倡就是男生一定要 fix在什么样的一个发型或者是外形之类的 还是一个男生因为对我来讲男生就是要stand out 男生就是要突出 男生就是要好像就是当 大众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概念 那你说Drag Queen会不会跟你有同样的想法 对其实Drag Queen就是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其实这是男生天生的本性 就像狮子他会有中毛 孔雀他会有这个会开屏 只有只有男生的孔雀会这个样子 然后鸡的话他会叫 然后他有机关各方面的 所以说男生雄性的动物 No seriously seriously这是雄性动物要求偶 然后要各方面的 所以说雄性就是要stand out 就是要比一般的人突出才可以的 就是想要通过这些方式来表现自己更优秀 然后比较吸引大家目光 对对对对 所以说然后现在很多society就把男生打造成一个就是 你不要stand out 你就是每一个人都穿西装打领带 你去看日本的时候你就知道 你如果去一趟日本 日本每一个人穿着全部都一模一样 整个society都一样 当所有的人都一样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群 没有自己的这个个性的时候 他们就是一群努力在那个地方 那很不幸就是我们的社会 还有我们的文化被教育成这个样子 这边可以分享一下 因为我是读服装的 之前男生的服装 就是男生都是穿红色 穿亮红色 穿粉红色 各方面的全世界第一个高跟鞋是路易十六 法国的国王穿的 然后蕾丝也是男生穿的 所有的女生所有的耳环 什么那种全部都是男生的着装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工业革命的时候 男生被说 被说你们全部都要一样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比较好控制 就是开始有一个制服的概念出来 所以说那个时候开始上流社会就说 我们要stand out的方式就是我们全部都穿黑西装 我们全部都怎样 是从英国开始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流传下来的一个很错误 而且很反对男生的本身的这个个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男生要stand out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有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男生被压迫的很糟糕的情况下 那些人就会觉得说我想要stand out那怎么办 那我就来当同性恋 那我就来当什么drag queen 那我就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其实stand out这些东西是一个男生的天性 那对我来讲呢 我就是一个天生stand out的一个人 然后但是我不需要去像什么drag queen啊 去搞成那个样子的东西 所以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说 我是一个男生 而且我各方面都是比很多男生都man很多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留言 他在这里说说留意主耶稣教人应怎样传福音 他这个言的是留在说我们那一次说 我们应该反对堕胎的 就是反对所有形式的堕胎 对吧 是在那一个节目下面 那他们在这个下面留在说 留意主耶稣教人应怎样传福音 靠好行为 靠做慈善感动人 靠用爱心使人透过基督徒的好行为 感受到上帝的爱 主耶稣会责骂犹太人 因为犹太人知道上帝的教训 但偏离了 但外邦人或者不认识福音的人 没有上帝的道 外邦人随己意而行是正常的 要外邦人的行为改变 就要先让他们接受福音 当人接受主耶稣 圣灵自然会改变人的想法 别人都未信主 当然不会按圣经行事 要帮助人认识信仰 首先不要让别人对基督徒的行为反感 你们应该吸引人来 但你们却做的是赶人走 爱耶和华的 一定要恨罪 这个东西 一定要恨邪恶 这个东西 Must hate evil 所以说 我们不可以就是什么都接受 只要当基督徒就知道 所有神的律法 全部都刻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杀人就是不对的 连该隐那个时候 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有神的律法 神还没有颁布任何律法 还没有说不可以杀人 他那时候要杀人 他都知道是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律法就已经刻在我们的心里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神的形象造出来的 所以说 我们就要像神行事的方式一样 所以说 我们不可以接受这些罪的想法 而且我们不可以跟别人说 没关系 基督教可以完全的接受罪 这个样子只会让教会继续堕落而已 而且你吸引的人也会非常非常的糟糕 不是 而且他在下面讲说 你要帮助人认识信仰 首先就不要让别人对基督徒的行为反感 世界上的人一定会对基督徒的行为反感 不管你干预还是不干预 他们都会对基督徒的行为反感 你不可能做到世界上的人对基督徒的行为不反感 因为神都说了 说世界恨我 世界也会恨你们 只要你跟随耶稣 世界就是会恨你们 那你基督徒 你只要按照圣经的真理 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事的话 你就是跟世界上的人会不一样 那他们恨你 会有很多理由去恨你 你为什么跟我们不一样 这个理由也可以是恨你的理由 或者为什么你就是按照那种行为方式去做事 哪怕你没有干预到他 你没有干预到任何人 你就是自己过你的日子 他们也会恨你 所以你说帮助人认识信仰 首先不要让别人对基督徒的行为反感 你怎么能控制别人对你反感不反感 你根本就不需要在意这些事情 就是别人反感你还是不反感你 你根本就不用在意 我以前也是反感基督徒的 我最讨厌的就是基督徒 他以前也是反感基督徒的 但是神怎么样 神的真理触碰到我们 这个时候是让我没有回转 而不是说一帮人笑嘻嘻地跟你说 哎呀你做得对 你做得好 嘿嘿嘿来信主吧 你怎么能控制别人到底反感你还是不反感你 我觉得这个东西根本就不是基督徒应该去在意的 你去堕胎诊所门口去传福音 你担心堕胎诊所里的员工会反感你 你担心走过的路人会反感你 那你不要穿飞了 你如果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什么也不要做了 对吧 你如果要说在教会里面 你最不会被世界人反感的是什么 就是你什么事情都不要讲 你永远只要讲爱就好了 其实真正吸引我们的 在教会吸引我们的 不是那个教会的牧师讲话有多好笑 不是那个教会有多少的活动 是不是有篮球比赛 是不是有什么什么比赛 是不是有什么儿童主日学或什么 真正吸引我们的是真理 是圣经是神的话 那对我们来讲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那神的话既然是这个样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这样的东西传达出去 当神说不可杀人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不可杀人这个idea传出去 当神说不可以犯阶影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把不可犯阶影这东西传出去 然后为什么不可杀人 为什么不可犯阶影 为什么只能有一个神 这些东西都是吸引我们的地方 吸引我们的是圣经本身 不是那些教会的活动 而且神的真理 在这个世界上是make sense的 对 就是就不管说你信主了还是没信主 你信主了之后 你可能会逐步的去了解 这个对没信主的人来讲 是完全make sense的 因为神讲的所有的东西 是符合现在的科学 去这样的一个进程的 就是科学的探索也是符合的 然后世界的逻辑也是符合的 没有任何不符合的地方 这不是胡说八道的一个东西 你要知道神的道的确是完完全全的真理 这不仅仅是指对基督徒来说 对整个世界的运行 对吧 对整个这个社会的发展来讲 都是完完全全的真理 所以你这种东西不需要说 我已经认识了神 还是没认识神 他只要听到这个东西 他哪怕是一个科学家 他说有道理 神讲的东西真的是有道理 所以很多时候 每个人被神吸引的方式不一样 或许你被神吸引的方式 你是觉得神的爱等等 有很多人被神吸引的方式 是因为神的真理 是因为神的真理 在世界上你是听不到的 在世界上听到的是社会正义 很多人对吧 在世界上他们听到的就是 黑人就是比白人好 黑人就是应该被多配钱等等 他们听到的是这些东西 但是当他们听到神的真理的时候 他们会恍然大悟 他们说哦 原来真的有一个 有一本书 讲的话是完完全全 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被吸引的方式 所以不要去太 limit 就是神的话语的这个能力吧 我觉得不要限制他的能力范围 那我最想要强调的就是 第一句 留意主耶稣教人怎样传福音 耶稣没有就是逃避任何的问题 耶稣遇到每一个事情的时候 他都是主动去面对的 耶稣是very aggressive 他是一个非常的主动的一个神 他传福音的方式非常主动的 他去耶路撒冷 他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去耶路撒冷 然后他遇到这个 他到处走 然后那个被鬼附的人来的时候 他去跟他讲话 邪漏的夫人 他过去帮他医治 然后他这个 反正耶稣是非常主动的 去在做每一件事情的 耶稣没有逃避 耶稣没有在那个地方就是说 哎呀求大家来信我啊 拜托拜托 这是真理哦 这是什么什么 耶稣是把真理讲出来的 耶稣是去圣殿翻桌的 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亵渎我的那个神的殿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在最后呢 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不要忘了为我们祷告 那如果之后呢 我们要是有找到合适的场地呢 我们会来跟大家update 我们现在的情况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太 那么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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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